Proton 在 Launching 完 S70 之后呢 它们会有什么新车 目前为止暂时没有消息 不过最近呢 我们的马来媒体朋友 Fantasico 就发现到 Proton 竟然跑去注册了一个名字 就是 Proton X80 那么 X80 会是什么车款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聊一聊 这个 Proton 未来潜在 可能在马来西亚发布的车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麻烦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首先呢 Proton 在注册这个 X80 的名称的时候呢 它们并没有提及这款车会是基地的哪一个车型 但是我们从名字可以知道呢 它的定位呢 是高于这个 S70 也就是博越 但是低于 S90 也就是这个豪越的车型 那么根据 Fantasico 的预测呢 这款车可能会是新越 就是那辆 Coupe SUV 或者是新越 L 也就是那辆大型的 SUV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应该不会是这两款车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首先新自备在中国在基地的车系里面呢 算是比较高端的车型 而目前已经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这个基地车型呢 像是这个博越是博自备 冰越是这个冰之类 跟这个帝豪是帝豪家族的车型 定位相比呢是比较有差距的 因此也可以看出呢 马来西亚市场并不会引进那么高端的车型 而且实际上呢 不管是新越也好 新越 L 都好 在中国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 现在才来开发右驾车型的话 世界上也说不过去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车款更新换代是非常快的 搞不好这个右驾车型做出来的话 中国已经要换代了 这样一来更加得不偿识对不对 所以呢我自己有一个估计啦 这个 X80 呢很有可能是刚刚在中国发布的 博越 L 或者是博越库 OK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款车的车身对比 在英文这边我们会打出这个规格标 大家可以看到呢 博越库也就是新一代的博越 对比目前 Proton S70 呢 其实车身之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是这个轴距稍微长了一点点 而根据中国媒体实际测试呢 这个博越 L 呢 基本上它因为采用了这个比较流线的设计风格 所以它车室内的空间呢 甚至会比起博越略差一点点 所以基本上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博越库拿掉了 因为如果 Proton 引进一款定位跟 X60 相当接近的车型 似乎也说不过去对不对 所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博越 L 博越 L 跟博越库在外观的设计部分 基本上有90%是类似的 尤其是他们的那个前脸设计 根本讲是一模一样 只是水箱护罩的形状不一样而已 但是 L 代表着 Long Wheel Base 或者是 Large 也就是讲这个博越 L 的车身尺码 会比这个博越库跟 X60 大上很多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对比这个豪越的话 那么还要比豪越稍微小一点 因此呢我觉得它 Slot 在这个 S80 的位置呢 是非常的适合的 除了这个博越 L 的外观设计非常的好看之外 而且它的内装设计同样的也非常有科技感 中间那个触屏主机是真的大 而且这个博越 L 呢 它采用的是 Snapdragon 在当时的旗舰处理器 8155 处理器 要知道哦 很多豪华品牌的旗舰车款 也是在使用这个 8155 处理器 包括这个 Lotus 的 Electra 可是呢它们的价格相差那么远 都采用 8155 处理器 那么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博越 L 比较值得呢? 然后因为它的运算速度也比较强的关系 所以这个内建的系统呢非常流畅 支援的功能也很多 但是预计上如果真的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这些功能是会被 cut 掉的 并不是讲 Proton 或者吉利不要给 而是像是这种抖音啊 i7E 等等的功能 因为版权限制 麦西亚没有办法使用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辆车的 Level 2 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呢 也获得了加强 所以我相信 如果马来西亚真的会引进这个博越 L 的话呢 这些东西应该是原封不动的搬过来 然后重点是它的空间也比较大 其实不管是博越酷也好 还是博越 L 都好呢 都有一个特点 这个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它们都是采用这个 CMA 平台所开发的车型 CMA 是这个吉利跟 Volvo 一起研发的模组化平台 目前 Volvo 的车款呢 像是这个 C40 或者是 XC40 是采用 CMA 开发的 那么吉利部分也是有非常多的新车采用 CMA 的 博越酷跟博越 L 也就是其中一款 如果这款车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话呢 它就会是 Proton 首款 CMA 的车型 毕竟当年 Proton 去找吉利的时候呢 也是为了这个 CMA 平台 那么如果真的来的话 它们就是达成它们的疏愿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呢 因为采用 CMA 平台的关系 所以它们的操控跟安全性都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目前 XC40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啦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操控表现差了一点点 如果可以进步的话 那么这辆车会更好开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目前博越 L 在中国是有两种引擎选项 分别是1.5 公升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这个1.5 公升的雷神混动系统 当然雷神混动是这个主力车型 那么雷神混动会不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呢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 但是这个1.5 公升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呢 可能性还要比较大一点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因为在之前的美洲360 Mico 就有提到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冰月库在马来西亚进行测试 但是那一张车是一个左驾车型 很明显的它就是在测试引擎 所以呢 代表着新的引擎可能要来马来西亚市场啦 而且之前Fantazigo 同样都有爆料 目前Proton 正在 Tanjong Marlin 扩建引擎厂位的投产新引擎 那么以下的内容我们就自己去猜测啦 因为Proton 官方并没有讲到很多这个箱形 所以以上都是我们猜测 最后呢我们并不排除 Proton 注册这个 S80 的名称 只是为了注册双而已 毕竟之前呢 这个Proton S70 跟Proton S50 的事件呢 就让我们吃过一次憋 也就是讲 那个 SS11 折弹 我们原本都认为它叫X50 但是最后发布的时候叫X70 这个情况强行大家都还记得 所以不排除Proton 只是注册双而已啦 那么Proton 到最后会不会引进这个 星月、星月L、博月库或者是博月L呢? 我个人呢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